好 我自己說我自己走 比較走港型路線 可以喔 梁朝偉 梁朝偉 偶像 偶像 不論有沒有梁朝偉的感覺 世源界的確在演技上默默耕耘 多次入圍金鐘男配角的他 相隔五年 再次回歸長劇集電視劇 同學你沒事吧 我剛剛本來想要 幫你去醫務室的 誰要你抱啊 你以往演過蠻多這種高富帥的角色 我沒有高啦 但是富帥還可以撐得上啦 我本來都是氣度高 林志玲講過一句話 我非常喜歡 男人在乎的不是高度 而是氣度 然後我也花了三年的時間 我想要證明一件事情 就是 我要讓業界跟觀眾知道 世源界會演戲這件事情 畢竟啊 當年世源界跟演戲 把竿子打不著 美的夏天 我吹著溫暖的風 想起到是我們來的燈山頭 欸你該不會一直跟我去KDB 朋友就會點 直接點然後叫你唱的 我自己真正好的朋友點 我一巴掌就下去 我本來沒有想過原味覺醒會消失 就覺得好像一直可以發片啊 永遠當那個校園店團 我跟衛士儀可以一年跑400多場校園 原本一個好像很有把握的東西 握著突然間不見 是不是好像就離音樂圈就結束了 或者是從此演藝生涯就結束了 有個通告有個演出 就算兩句話 可能五六千塊一萬塊 我覺得還滿足了 然後我覺得就主持很累 我也沒有辦法這麼厲害 這麼帶給大家這麼多的哏或笑哏 然後我發現所有人都是 就是馬上可以接話馬上可以講話 然後我都是想到了時候 可能已經下一個單元了 我後來發現 其實我如果喜歡表演的話 那我就應該要讓我自己 操著我自己想要的目標前進 所以就開始投入演戲 我想要把每一個角色 在戲院界的詮釋下 變得有溫度 變得像人 唱歌現在有點像是我的副業 我每次寫歌都是把它當作 是我的日記一樣 窗外風風綠 厲害的是 戲院界只花半小時 譜出的童志歌曲 YouTube上架兩天 點擊率就衝到四十萬 還成為不少男童志心中的天菜呢 常常在健身房 就會有很多童志跟人房 但是我已經習以為常 就大家會看 但有一天我很趕 我就運動完很熱 我就去水龍頭把身體打濕 然後我就在那個靜音前面擦身體 在IG上有人App我 我點進去看他的即時動態 四圓界 沐浴沒擦身體 然後身材好好 今天直辣 還Air了我 還Air了我 就是要叫你出來 對 我就喔OK 蠻開心的 蠻開心的 那你那個小兩歲的女兒 有沒有 小兩歲的女兒 我沒有女兒 我沒有女兒 你現在沒有 單身 對啊 可是你之前不是有一個 那個是我想要追求 但是沒有沒有未來 沒有後面 後面他就沒有 對啊 但現在還是有眼光 有有有 楊辰你一直在幫我 介紹嗎 希望我可以找 有一天可以趕快找到真愛 我現在的我可能 如果真的有感情的話 就會是那種 真的一界萬為前提的 打算 你說我今年 今年36歲 對 我現在如果生小孩 大概56歲的時候 他20歲 當兵 還可以兩個人去健身房 如果我60歲了 我就沒辦法不要去啊 對不對 還可以啊 還可以啊 可以啊 去甩手